那现在连印度的海军呢 说也要来选购法国的购买这个阵风M的战斗机 作为新一代的舰载机 并且呢做了一个宣誓说 性能是优于解放军的殲-15的 他就算真的能够赢过殲-15 我能不能拿殲-20来 我拿殲-20来就完全不是对手 在我有生之年 我绝对看不到印度会赢中国 不可能 两年前中印边界比较紧张的时候 俄罗斯出来调停中恶的冲突 希望它不要扩大 印度跟俄罗斯关系良好的情况之下 反而对于中印关系的稳定 我觉得是有利的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系上个礼拜呢 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外长才在上合会呢 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 两个人似乎是达成共识说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外交啊 军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就是边界的问题 好 现在看似好像已经逐渐缓和了 但是又有说来自于美国的这个黑色天空 商业摇杆公司的卫星发现说 解放军在中印边界的这个班公湖北岸 中方的控制区域呢 是被发现了说在建造一大批的这个大型设施 根据报导说 美国认为解放军的这个基地 可以存放大量的坦克装甲车来进行 大型的这一些装备的维修测试 并且存放燃料 弹药 而且呢 说这个基地距离中印的边境啊 非常的近 只有大约十公里而已 另一头呢 商业卫星的图像还显示说 解放军空军在西藏的日克泽机场 部署了六架歼20 还有一批的歼10 中国说呢 我们的歼20出现是在机场 作为高原飞行的测试 但是硬方怎么做解读 硬方则是认为说 是为了要应付印度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头印度同样也有动作 正在计划斥资10亿美元 来加速在印度东北方 还有中国大陆交界的阿鲁纳查审 这个地方 也就是中国主张是西藏南部的一部分 来打造12座的水利发电厂 我们看到2020年以来 中印两国在边界爆发冷兵器交锋 造成了20名印度士兵 至少4名解放军死亡之后 两国持续在边界 希望一直在做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步兵 看起来我们看不太出来 中印有想要管和边界的一个紧张的情势吗 汤老师怎么看 这个中印的问题 主要是从清朝开始 为什么呢 就是说清朝那个时候叫辛亥革命 那个辛亥革命 那个革命党 国民党就是 他还谈出来的口号是什么 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达鲁就使得西藏的这个问题爆发了 为什么 因为西藏人认为他也是达鲁 他是跟满族人一起进入到中原来的 那好了 那这个问题一来 那这个西藏呢 他就该做什么呢 因为印度那时候是属于英国的 他就跟英国呢 打成一个什么呢 割地求保的一个协议 叫做西姆拉会议 1914年 好了 那就说我把一块地送给你 然后你来保护我 那这个东西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承认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就一直搞到今天 而在1960年的时候呢 中国跟当时的苏联啊 那当然当时的印度啊 还因为这个事情还打了一仗 结果这一仗非常重要 为什么 这一仗打完了以后呢 当时的苏联是站在印度那边 那使得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啊 那就更恶化了 那所以说今天这个苏联啊 为什么跟印度那么好 就是远交进攻啊 因为你是在南边 在中国的南边嘛 那如果说你可以来抵制中国的话 那当然跟 对当时的苏联来讲 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好了 那这东西就使得苏联 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呢 跟印度在军事方面啊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这有点像这个越南 跟这个当时 这个俄罗斯苏联的这种关系是一样 那所以呢 现在 那你说 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 对于这个问题 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中间牵扯到这个 九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原本是属于印度的土地 结果他因为求保 所以说他就割给这个印度了 那所以现在呢 那你说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 非常非常的复杂 不过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他说我们啊 不要用热兵器来对抗 那就回到什么呢 就回到时期时代 就用这个拳头啦 狼牙棒啦 用这种方式来对抗 那所以说他的史上还算比较少 你们二十个人应该四个人 那可是呢 现在当然就是要看 说如果双方之间 在整个全球的啊 这个国际情势的这种影响下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缓和的迹象 那当中呢 俄罗斯的角度 俄罗斯的这个角色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俄罗斯现在跟两边啊 跟中国跟这个印度啊 关系都很好 那现在呢 是不是用这种情况 来加以利用的话 那中印之间 是不是可以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想现在双方呢 都有这个意向 他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要解决 可是很难解决 那可是呢 要看看中国跟当时的这个俄罗斯 他们怎么解决边界问题 他们有四千公里啊 他们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交换 他说这块你有这意 那块我有这意 咱们来个交换 那可是现在这个啊 很难很难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有九万平方公里啊 已经割给印度了 那你说你叫印度把它吐出来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情况呢 现在就是好好坏坏 高高低低 那就要看 看说双方之间啊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 更好的方法 来进行谈判 那不要把这个情势啊 让他持续恶化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好 中英问题难解 那现在如果加入一个 俄罗斯的角色进来 会变得更复杂吗 因为现在中英难解嘛 俄印的关系又很好 最近领导人包括了莫迪啊 还有他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两个人见了面 搂搂抱抱啊 说彼此是最亲爱的朋友等等 我们看来看说 那中国大陆在这当中的角色 未来中英之间是不是更难好了 建长怎么看 介大使怎么看 对不起 其实我倒不会这样看 我觉得正好相反 因为俄罗斯现在他在国际上 他在搞他的这个盟邦体系 那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伙伴 另外就是就是印度 所以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俄罗斯从过去上 他跟中国大陆在敌对的时候 他用这个这个印度 作为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杠杆 那所以说用连印制中 那现在的话俄罗斯战略已经改了 和俄罗斯必须要他的这个阵营下面是团结的 当然俄罗斯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 可是他还是有很多朋友 就以地缘政治来讲 当然就是过这个就是说中亚 这个就俄罗斯苏联时代的这些加盟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这些中亚五国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安全的支柱 维系他整个半壁江山的稳定 再接下来当然东边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还有再加上朝鲜 印度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的盟友 当然在这个阿拉伯世界 还有叙利亚 还有其他的这些盟友 可是呢 现在对俄罗斯的战略来讲的话 是中印能够怎样 都维持一个可以接触 可以共存的一个关系 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整个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战略一地一改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两年前中印边界 比较紧张的时候 有两次拉夫罗夫 他出来调停 俄罗斯出来调停中俄的冲突 希望他不要扩大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俄罗斯目前是唯一很可能 唯一会希望中俄在边界冲突 俄罗斯还不要扩大的一个大国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希望中印 关系越来越差越好 那么你要有冲突的话 这个中间 灌就是说等于这个 这个散风点火的话 有的是日本也希望 美国也希望 对不对 整个欧盟也希望 他们都希望中国跟印度的关系 继续恶化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中印度跟俄罗斯关系 良好的情况之下 反而对于中印关系的稳定 我觉得是有利的 OK 好 看完这个关系 中印二的关系 我们来关心的是军事上面 印度的空军过去 引入是阵风战机 对抗中国的歼20 那现在连印度的海军呢 说也要来选购法国的 购买这个阵风M的战斗机 作为新一代的舰载机 并且呢 做了一个宣誓说 性能是优于解放军的 殲-15的 舰长怎么看 首先我上次曾经讲过 中国大陆的战斗机 大概分重型 中型 轻型 这三种 它是仿造美国的F-22 F-35 F-16 你看它的大小 重量都有差 它的战力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中国大陆有种 重型的是歼-20 重型的是歼-35 再来轻型的是歼-10 那这一次 这个印度啊 说飞机怎么样 它可以比这个歼-15还厉害 我先不要说 是不是真的厉害 你有没有想到 你在跟谁比 你在跟一个人家 一个比较低阶的比 歼-10 可能它真的比较厉害 歼-10是一个相当于 这个F-16的飞机 但是歼-35呢 你比得过吗 它比不过的 歼-35是隐形的 歼-20更比不过了 飞机不像一个陆地的东西 在这里不能动的 我今天这个打不过你 干嘛我就一直拿这个来跟你打 我立刻换一个 能够打得过你的 我这个如果说 它就算真的能够赢过歼-15 我能不能拿歼-20来 我拿歼-20来 你就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你怎么会拿一个东西来跟这个 我赢他 你赢他有什么用 我还有好多更好的呢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法就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我一直觉得 很多都在忧虑 印度崛起 因为它的人口 要超过中国了 会威胁到中国 我从来不这样子认为 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出现我脑袋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去想一个问题 美国底下有一个莫斯科 莫斯科 你想想如果莫斯科跟美国一样大 人口一样多 你认为莫斯科会不会威胁到美国 不会 为什么你知道 纬度 美国的纬度是比较寒冷 莫斯科是非常热的 你在拿那个世界地图 一挪过来看 你就发觉 中国跟印度是一模一样的 印度正好在底下 中国在上面 它单是温度 它就把整个民族给限制住了 你的勤劳度 你的工作态度 等等 好多 这个这是上帝画下的巨子线 它不可能威胁 单从纬度来讲 第二个 你说它人口很多 人口多 对一个有用的人口叫做人口红利 对没用的人口叫做人口包袱 中国 印度刚好是人口包袱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去Google一下看看 或者到YouTube一下看看 什么叫做印度的阶级制度 如果你了解印度的阶级制度 你就会知道 任何一个社会 有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在这个国家 我认为它会 叫做富强的几率 少之又少 我以前讲话可能很武断 但是我现在稍微讲了客气一点 就是 在我有生之年 我绝对看不到印度会赢中国 不可能 是 谢谢建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印度和马尔蒂夫的关系 随着新任的马尔蒂夫总统的外交 形象开始转向大陆了 有了重大的变化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到是马尔蒂夫的国防部表示 已经和中国签署了一份的军事的援助 那这份协议他特别讲说是无偿的 换句话说是不用付费或者是来做收费的 但除此之外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 好 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呢 这个我们来看到马尔蒂夫的总统 这一位是穆伊祖 他也下令原本在马尔蒂夫当地 本来是有将近89名的印度军人的 他说呢 他们必须要在5月10号之前要全数的来做撤离 那么印度先前其实呢 也送给马尔蒂夫 一共呢是达到了三架 用来巡逻在海上的这一些侦察机呢 未来将会改由文职人员来操作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任的总统 他突然间这个外交态度大转向 从本来是亲印度的 现在转为亲中 而且对这个印度的部分 又做出了一个大动作 要求他们的印度军人要赶快撤离 怎么一回事 老师怎么看 好 基本上来讲 马尔蒂夫原来是在印度的势力范围里头 所以印度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 那其实不只是说 这里有讲到的这个军事援助之外 印度的游客是马尔蒂夫最主要的外国游客 所以这对马尔蒂夫的经济是有很大的注意 那不过最近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马尔蒂夫最近跟中国大陆越走越近 那当然也引起印度的这个忧虑跟担心 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在1月的时候 马尔蒂夫的这个总统访问北京 回到马尔蒂夫之后就跟印度的外长开始这个隔空喊话 那印度的那个马尔蒂夫就是说 他们不需要这个像印度这样子不断地对他们这个霸凌 那印度的外长说他们在斯里兰卡碰到危机的时候 慷慨的援助这个不可能是一个霸凌者所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一个外长跟一个总统这样子吵架 但基本上来讲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说 马尔蒂夫不只是经济上仰赖印度 而且在军事上印度给他很多的协助 那现在他要接收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军事援助 虽然双方到底援助内容不清楚 但是确定就是中国大陆会给提供一些无偿的援助 这是确定的 那么这些无偿的援助到底是装备啦 武器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相关设备现在还不清楚 可是呢 印度马上做了一个调整是什么呢 就是印度把他们原来 因为印度原来援助给马尔蒂夫的这个三艘船 他是所谓的监视他的这个所谓的海监船 就是说监视他的这个海洋区域的船 那现在这个印度说 那你叫我把这个军队撤走 我就改派了文职人员来 我就没有军队住在你们阿尔蒂夫了 可是呢 他因为原来这些89名军人是在去操作这些监视船 就是海监船 然后印度把他的海监行动 移到他北面的这个小岛 因为那个地方 那个小岛呢 就是南沙威普 那个小岛 那个岛群还是印度所控制的 印度就变成那我从那边来直接来进行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就算你不让我的军队 在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土上行动 但是呢 你的周围还是在我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印度 其实要展现他的这个肌肉给马尔蒂夫看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把它想象 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印度的势力范围内 想要争取他自主权 想要争取他这个独立性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他选择了跟中国大陆越靠越近 那当然印度也就要展现出 他的这个不愉快也好 他要捍卫他的一个 他认为一个所谓的安全的范围 因为一旦中国大陆如果在这边有驻军 如果在这边有基地 如果使用这边的港口 那当然对印度来说 就会变成他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 是印度主要展现 他这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安全性 我们持续来看到他 其实呢还有担心的就是 中国接下来可能会在马尔蒂夫这边的南部 这个地方叫做拉姆环礁来建造港口 好这个是来自画面上看到的印度时报的分析 这将会影响在印度的部分是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个利益了 那么事实上包括在2016跟2018年都曾经传出有这一项建设的计划 当时呢其实马尔蒂夫他是由亲印度的政府执政的 所以那个计划当时都是不了了之的 我们继续请教张静老师怎么看 现在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失去了在这边的89名的原本的军人 那又来用作这个侦查的港口 为什么他现在如此的警戒 我应该这样讲了 这个印度一项秩序是南亚 这个以及印度洋周边的大哥 他就跟这个地方的地头蛇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是我的 没事了 这个他还派兵去干预其他国家 被受到他这个就是说 干预正式派军队进去入侵了 孟加拉这个斯里兰卡马尔蒂夫 你算起来有一大串 所以他不能忍受 突然有一个人 这个一个国家不甩他 那个大哥绝对受不了这个小弟 这个不甩他 那个政治影响力 这个一下降 他要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 就好像今天这个万华地区的老大 突然有一个人冲出来 一个小弟打了他脸一巴掌 他将来还要不要混下去 就看他要不要把这个小弟 给揍得比心严肿 所以他自然会反应很强烈 那就是中国大陆今天做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会不会真的在 拉姆环礁建造港口 即使现在这个 在政治上说是这个 现在马尔蒂夫的总统 不是那么甩这个印度 我认为其实几率还是相对较低 但是中国大陆 他整个的战略的盘算是说 我在战略上要去 这个叫做采取主动 然后要迫使心得理 去追随我的政治意志来行动 也就是说让你陷入被动 我不断的出招 我不断的激发议题 我们这个叫做话语权 或者说是 掌握话语权 话语权或设定议题 让你疲于奔秘 你说中国大陆 会不会说是真的在那边 那个就是投下重金 然后去就是说 这边建设筹设基地呢 对不起 那个实在是很远 你今天在那边 就是布设重兵 人家随时可以 把你孤立跟切断 所以不是到最后 真的你知道 徒有地之利 而无利与之 岂非祸之有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不认为北京会那样 轻举妄动 好 关心完在印太地区 我们也来看到说 印度接下来 中共接下来如何 来深入到这个印度洋这边 中国其实呢 过去在印度 就已经有透过 这个租界港口 打造了珍珠链的一个计划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上 中国它是在印度周边的 从这个巴基斯坦最左边开始 我们一路看 到这个斯里兰卡 再到孟加拉缅甸 这边是透过 一带一路的一个计划 掌握重要港口 那么现在呢 又再加上马尔地夫 这一块拼图 我继续来请教张老师 如何看 接下来中共 它透过它的蓝水海军 如何要靠这些港口 来深入这些地区 那我认为它这样子 对印度的海军来讲 海权来看 会有战略牵制的作用 这也要完全战略质押 我认为还有一段时间 毕竟中国大陆的海军 毕竟还是在第一岛链 这边附近 不管是北海舰队 这个东海舰队 或者是南海舰队 因为它从南海舰队 过去的话 通过南海 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 经过安达曼海峡 安达曼海峡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边是有缅甸有孟加拉 现在完毕才有西南 就是斯里兰卡 然后在过去的话 到巴基斯坦 是这样子 刚好为什么要这样 马尔利夫 刚好又中印度洋 是这样 过去的话 要通过那么多的重重关卡 这样重重关卡 它有这几个点 包含了在缅甸的脚漂港 因为缅甸内战 刚好跟中国大陆 签了99年的租界权 那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话 是刮达尔岗 对不对 那它在过去 从缅甸到巴基斯坦的刮达尔岗 大概5500多公里 中间有个 最后一个中级站 斯里兰卡跟马尔利夫 是这个样子 但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兵力 将来航母成熟之后 包含第四艘第五艘 它就会到印度洋去活动 现在这两艘 包含这个辽宁山东 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印度洋 那讲到第三艘第四艘 成熟了它的整个的海军的势力范围 才会到印度洋去前进 那就不一样了 那从战略牵制 那才会达到另外一个战略质押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顶多顶多也只有战略牵制而已 过去 可能潜舰可以过去 但是你这个航母 在空中 在太空中看了一清二组 动态掌握一清二组 而且会边长莫及 你哪怕是这个脚漂港 哪怕是瓜达尔岗 它能够所见的一个后勤补宝基地 毕竟还是有效的 那至于 那吉布利纳在东非又不一样 那太远了 远水也救不了近火 最主要是这两个 那这两个最重要就在印度家门口 印度可以究竟看到 所以在这方面 中共的行踪 是几乎是我们讲透明的 那这样的话 没办法做个隐秘性的战略突击 会被印度充分掌握 现在只能做到牵制 那如果说到时候航母变成说 三艘四艘五艘 这样可以来彻底的封锁印度的海军吗 对 等到这个要量过大 然后整个作战的能力要能够成熟 那才能够有这方面的能力的发挥 是 张静老师怎么看 我必须要讲 这个2004年 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做 这个就是咨询公司 布斯艾伦·哈密尔特 创造出这个名词 它列出来港口 中共的海军从来没有去过 这是个战略神话 我们国内有一大堆硕博士论文 大概我调查过有七十几份 跟着这个胡说八道 已经走了很多年 我就跟你讲 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也去质问过很多这些人 还有他的指导教授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中共有这个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 来自于印度论坛报的报导 今天特别来关心印度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布局 说是要来抗衡中国大陆的强势崛起 来自于印度的国防部长 这位是阿杰纳特辛格 他表示正在建造印度的第三艘的航母 动位未来将会和他的现役的国产航母 这个维克兰特号相当 两艘都会是大约4.5万吨左右 他也强调印度有决心要超越三航母的雄心 他说我们不会就此止步 我们将会再建造第五艘甚至第六艘的航母 请教黄振辉舰长如何看六艘航母 印度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吗 要说他有没有能力 第一个是问的就是钱 他有没有这个钱 这个建军备战最重要就是 你没有钱你讲都是白讲都是白搭 那我们看印度的先说GDP 他GDP是中国的六分之一而已 就差了10万8千里 就都是14亿人口左右 但他的钱非常的少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你也要想到说 他的工艺到底怎么样 那也就是说照这个造船的能力 造船的能力的话 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制造业的生产毛额 占全世界制造业的35% 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制造大国 印度多少呢占全世界的多少呢 3% 两个差了12倍 一个又没钱又没有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 他许下了雄心壮志 我们只希望说他能够实践 这真的是一个雄心壮志 那因为他是国防部部长 他当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期望 他都没有期望的话 这个国家国境不就完蛋了 就好像我是一个公司董事长 你问我说这个公司明天前进怎么样 我觉得大概完蛋了 我们大概要倒闭了 那你就不必 我一定告诉你 我们充满了各种希望 我们要怎么样 这是一个 就是高层没有悲观的权利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还要告诉他 你就算建完了六艘 你养得起吗 你知不知道航母多贵 他们有这个钱吗 有时候我在国内 我也听到有些人说 我们的空军 我们要买F-35 我讲这些话的 你都没有去仔细想过 你要花多少钱去买F-35 我曾经听过一个很高阶级的长官讲说 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役的所有的战机 全部给拉 就是退役掉 然后我们就换 后面说300架的F-35 我先不要说 你买多少钱建制它 你要养它 以目前国军所有的这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什么 后勤补习的这些钱 全部给空军 都养不活 这些都进 养是非常贵的 那这个其实军方对这个东西养 有一个叫做出估的数字 好比说你这个船 我采购是100亿 30年大概 我们大概要扶30年 30年大概是两倍 100亿的两倍 就是200亿 所以说穿的到最后 你有钱 做什么都可以 你没钱 什么都不必讲 那个都是白搭 你没有技术 但是我有钱 我请人来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关键还是在那个钱 是 好 要有钱 然后制造业要够强 几项重点 请教老师 刚刚说了 要应对中国大陆强势崛起 现在印度也要制产航母 4.5万吨 说要对上 8万吨福建舰 有可能吗 我想我们平息 战力的优势 我们根据野战战略 它有三个要素 力量 空间 跟时间 我们拿力量跟力量对比的时候 通常有四个面向 数量 质量 组合 整合 所以今天单纯一个 吨位这个数量 它没有办法确保质量 但你吨位比较高 它是能够发展战力的资本 有空间比较大 那可能会做得比较好 但是这是很难讲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 最重要是质量 你只要看我们今天这边三位 他们两个身上都是鲤脊肉 我身上浑身五花肉 对不对 他们吨位都没有我大 可是打起架来 我恐怕打不过他们 这就是最简单 对嘛 所以为什么这个肉岸上 五花肉卖不过鲤脊肉 这就是看质量 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航母上面的质量 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上面的舰载机 好不好 等一下请大千委员来帮我们看 现在印度现役的国产航母 这一台呢 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叫做维克兰特号 舰载机上面采用的是 法国制造的 这个阵风战机 目标它是要解决 过去我们回顾2020年开始的中印边境的问题 所以呢 来自于欧亚时报的报道 现在是看到说 前印度的空军司令透露说 2020年在这个中印冲突爆发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方面部署了四架的 它的阵风战斗机 随后呢 中国大陆就部署在边境的 歼20战斗机 数量甚至一口气增加到20辆 这样子的数字是印度的5倍 我们要来看到说 平均相算起来 我们刚刚看到 中国大陆每部署5架的歼20 就会对上一架的阵风战机 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到难道阵风战机 来自于法国的阵风战机 它的战力真的足够 真的这么强吗 委员怎么看 对这个阵风战机 其实大家有另外一个名字 这个标峰战机 它现在就是法国的主力战斗机 那么当然了 你说法国的主力战斗机 它其实不仅仅卖给印度 它全世界都有在做外销 就有一些很多国家 中东的国家都有部署 都有采买所谓的标峰战斗机 但是现在问题回来了 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新闻 所反映出来的是 这个印度的前空军司令 他之所以曝露这个讯息的原因 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的所谓的阵风 或标峰战斗机很强 所以他们部署了几辆之后 这个几架战机之后 中国大陆就随即在边境 部署了几倍的歼20 然后他就表示说 这代表说 这个印度的空军水准有多高 其实我看到那个话 就有一点像刚才 这个舰长讲的 我觉得舰长刚才讲话 是非常含蓄的 就是说坦白讲 讲直白一点 就不要在这里走夜路吹口哨 就不要在这里 自己给自己鼓舞打气 就摆明就是自己在自吹自擂 然后讲的煞有介事一番 那你说中国大陆部署了 五倍的这个歼20 真的就是为了 对它的标峰战斗机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的原因 是因为 我认为中国大陆 加强部署在中印边境的 军事力量 主要是为了印度背后的美国 他不知道美国 接下来会在印度做什么 所以他做提前的部署 这该印度什么事啊 如果真的只是印度 他就不用部署这么多了 更不用讲到像刚才张金老师也好 这个建长都提到了 印度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源 到底有没有这个财力 到底能不能够养这些飞机 到底能不能够做维修 还不要讲说他到底能不能上空去来作战 或者是在海上运行 这些东西都需要很多的训练 印度有没有这个水准跟水平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会做这样的部署 当然他可以警觉到 那么印度跟美国越走越近 那么虽然前一段时间他试图 把印度的这个立场 做一些这个拉拢的动作 但是显然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呢对中国大陆来说 不要说他们北京政府 换我们三个任何一个 我们大概都会决定在中印边境 要部署相对的这个多数兵力 以防对美国在印度 做其他的相对部署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跟 印度空军的实力好不好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更何况刚才张金老师讲了 这实力好不好还不见得是看战机 还要看质量问题 这个飞行员空军的这个飞行员 他的这个技巧问题 有的时候这个型号比较糟的战机 可是技巧比较好 他一样可以打赢空战 那退一万步来讲 现在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现在都已经无人机年代了 对不对 你部署几架标封战斗机 能够代表什么 其实人家都是无人机海来攻击你了 标封战斗机飞起来又能代表什么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印度的这个前空军司令 跟印度的这个国防部长 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这两个人 现在就在敲锣打鼓的告诉人家说 印度的国防崛起了 印度可以有一战的实力了 有没有一战的实力 要战一次才知道 是印度看准说是 中国道路要跟他抗衡 但是中国道路可能也没有看在眼里 主要还是对准美国 接着请教舰长 如何看到底这架阵风战机 它的战力如何 它这个战机 我跟妳讲任何强国 它的战斗机分 我这样讲了 重型 中型 轻型 我们讲美国F22是重型 F35是中型 F16是轻型 中国大陆也有三种 歼20 歼35 歼10 几乎这三个战机 跟美国是相对应的 标风战机在这三个等级里面 相当于哪一级 相当于轻型的稍微好一点 如果我们拿中国大陆来比 它大概是歼10的功能再好一点 OK 我说这个功能就是 如果你把这三个战机 摆在这里 就一个这么大 一个这么大 一个这么小 它大小就差了一截 它的最大的载重 也有差一截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这是差了两个档次的 摆在印度那 你说它有战力 我觉得就像大千委员说的 歼20不是为了印度的这个标风 标风是可能在法国算比较好 但是对强国而言 像美国 中国的强国而言 它只是它的清醒的 这一个档次 是 好 看完飞机这种空中的 我们来往海军实力 现在来做一个比较 印度现在也在持续的 扩充它的海军 而且它现在的战略目标 是持续的向东 从印度洋要逐渐的往南海 去扩充它的范围 来抗衡大陆 那印度的海军5月初派出了几艘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三艘一个是飞弹驱逐舰 这个德里号 另外一个是油料的补给舰 夏克提号 还有反协的巡防舰 这一艘叫做基尔丹号 抵达新加坡 加强说要在双方的友谊上面 一起来合作 好 这一支舰队随后呢 又到了另外两个东南亚国家 5月中到了越南跟马来西亚 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 南华早报所做的分析 特别指出 印度借此微妙的提醒北京 持续他们在南海 要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 来抗衡中国大陆 我们持续看到 现在印度海军 积极进入到南海 战略上会对于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布局 能够造成一些的牵制吗 老师怎么看 我想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来讲 你假如缺乏舰队经常性 可以运用的前进基地 它很难去发挥 所谓的战略的牵制作用 这有点就跟那个 沾将有一样 点一下 点一下 这个三天打鱼 五天晒网 所以假如没有任何的 这个就是相关的 基地的资源 以及岸基的武力的配合的话 而且还有持续的战力的话 那我认为没有这个 陆基的火力掩护资源 它就跟一个 尸根的扶贫一样 那我觉得印度 是很想争这个面子 就是你到我的印度洋来 我就到你的南中国海去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之所以到印度洋 去活动 是福音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 那边有真正的 去打海盗 有真正的活要干 而他们来这边 这个就是脏脏声势 然后来过几天 又缩回去了 又不见了 所以就政治的影响力而言 就失出有名还是无名而言 那我认为心得理 基本上来讲 是不断在描绘一个 让自己满意的故事 就成如刚才这位印度的 国防部长跟空军司令一样 就是讲的这些话 好像是很伟大 但事实上你真正 去看那个根底 是非常的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 是中国大陆和印度之间 这个直飞的民用航班 每月增加超过500班 但是呢 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双边的关系急转直下 甚至引蓝了1962年以来的 最大规模边境冲突 目前双方直航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能够恢复 导致中印的民众 他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就是时间啊 从6小时以下 变成大增到10个小时以上 而针对此大陆的官媒 也发文指出啊 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到现在都没有直航的航班 他说认为啊 是极不正常的 并且指出印度要自己 主要就是被自己的要价 心态所主导了 所以呢 他示警说 印度现在仍然是继续的 拒发签证 拒绝恢复航班 但是我们印度这样做啊 中国人是大可去别的地方 来经商和旅游的 好 针对这个直航 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 叫印度更感兴趣 但是印度又为什么 这么不积极呢 有印度的官员 他这边特别提到说 是因为中印边界的问题 但是大陆的官媒 环球时报 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就是批评 他认为说 印度对大陆是一种 要价要挟的心态 上之歌如何解读 现在也是中国大陆在讨论 印度都只是会称他们 叫老赖 老赖皮的部分的意思 就是说真的是 非常负面的形容 无论民间或者是官方 私下其实大家都这样讲 所以在这概念上来讲 当然印度的外交部 刚刚看到了 他已经正说 一切都是因为边境 中印边境的问题 没有处理好 话虽如此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讲 其实特别是签识到直航 而且不止直航 还有签证 当你签证都不给你 就表示说你绕来绕去 你也进不了印度 所以所谓的直航部分 影响的部分 当然还是中印两国的部分的经贸 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只看到 大概就只有香港飞 印度直飞当中 一个礼拜才七班 那么多人要去印度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一大堆印度人 他们自己回家 大概都坐满了 都不够做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变得 其实对不对 在印度当中有投资 就非常痛苦 所以这里头是不是刚刚讲 有什么要挟之处呢 到底要谈些什么呢 所以这个部分要知道 其实最近来讲 我想印度在最近 整个跟中国的关系 这些年来 那么竞争 竞合跟合作 但不得不是说竞争 远大于合作 当然印度就是个 非常非常聪明的贼 的民族 一方面来讲 它在整个美国的印太政策 战略上来讲 跟美国站在一起 还在经典也都去 可二方面 在中国大陆主导的 金砖国家里头 印度又是非常重要的 里面的部分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头 两国人口都那么多 那么中国大陆 当然现在制造业 各方面来讲 是远胜于印度 但你不得不说 印度在这几年 包括房地产 包括股市 表现得一塌糊涂 那么外资投资 也非常多 而外资投资 你不得不说 其实最早就是 中国大陆过去投资 而且在这里头 像中国大陆的手机 在印度卖得很好 去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是一个指标 去年中旬的时候 对于小米 小米手机 小米家 印度直接 等于是总统那边 他莫迪 他直接就要求的部分 整个印度政府 一度扣了小米部分 在印度的资产 48亿人民币 当然折冲折冲 最后还是都退还 因为查小米 没有逃税等等的 但就知道 印度就是很在意 你不能来印度赚我的钱 你赚我的钱 一毛钱都不能回你中国 当时有些争议性在这里 当然而且在这些年来说 当美国方面 美光 你叫半导体的大厂 美光在印度投资 30亿美金 这个规模之后 印度慢慢开始 没有把中国的投资 放在眼底 它更多外资的部分进来 而且最近外资 也是印度股票 股市当中最大的动地 印度市场也慢慢起来了 所以他们对中国 没有像这样先前 几年前那么需要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 刚刚讲这种竞合 竞争跟合作之间 确实凸显出 边界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一切都可以拿来当理由 但是印度 结论就是 它现在就掐住签证 掐住执行 不让你中国大陆 持续透过印度的 劳力或印度的 任何的市场方式 赚到钱 卡你脖子 希望能够 你说它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吗 解决边界问题吗 恐怕也不进来 好 现在印度方面 在经济上有了替代方案 也就降低了 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不过另外一头 我们来看到政治上 持续看到总理莫迪 他在六月初连任之后 他也罕见的在 社交平台上面 和赖清德总统 隔空互动 声言他很期待 印台之间可以建立 更紧密的 经济技术伙伴关系 莫迪发文的时候 是避开了赖清德总统 这样子的一个头衔 但是也希望借此台湾牌 来增加和北京交手的一个筹码 所以现在 这边又成为了另外一个筹码 盈佑老师怎么看 与其说是增加筹码 不如说其实现在莫迪 他会希望的是 在他这个新的任期里面 先去为他做一个铺路 或者是我们讲是 他的一个新任期的棋手式 他跟中印关系之间的一个棋手式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他今天是使用一个非正式官方的个人账号 来去做一个宣传的话 来去做一个互动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去违反了一个 在国际上面的正式外交关系 在台印跟中印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所以他其实会用了一种 我们常说一个所谓的一个另类的方式 去增加他的筹码 或增加他跟台湾的互动 但是他其实真正要做的 有可能你只是 这个网络上面发一小段文章 或是发一小段话 但是在日后会不会有可能在其他的 不管是签证也好 航权也好 执行也好 有更多的一个互动跟让步 那我会认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对印度来讲 对他来讲 现在最大的威胁 或他真正的一个矛盾 或有冲突的国家 其实不会是中国 而是巴基斯坦 所以其实真正我们可以去看到 中巴之间的一个铁盟关系 中巴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一点是远超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 甚至巴基斯坦跟他的军事合作 那这一些对印度来说 绝对看在眼里 那今天对印度来讲 他先跟台湾有一些互动 是不是为了让他之后的任期 可以跟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这个谈判筹码 倒不是说中印要如何改善 或中印之间有什么样的新发展 而是希望今天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或许中国这边有一些新的让步 或新的调整 这个其实才是符合真正印度的一个大战略 好 我们持续来看到其他在印度方面 他最近在针对中印边境的部署 也开始做了其他军事上面的准备 他在原地扩编了一个集团军 那根据了军事专栏这个报导 我们画面上特别持续来看到说 位在北部的重镇 这个地方叫做勒克脑的印度陆军中央司令部下令 准备要在北部北方邦的这个地方叫做巴雷利地区 新建一支部队翻号18军 那印度的知名学者也公开了印藏边境警察部队内部报告 揭露说印军现在规定的19个未来中印都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的敏感点 作为预设战场 在这边他持续的强化是兵力的调配跟部署 大陆的专家也分析如果中印真的爆发冲突 那么将会大陆针对印度的部分的众生进行打击 都是在解放军可以控制的一个远程火箭的射程范围之内 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的是中印边界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只用冷兵器 没有使用枪炮 那么是双方都避免擦枪走火 再让这个态势升级吗 杰宋老师怎么看 没有错 目前双方虽然都在强化附近的军力部署 但是在冲突的时候也是严格的限制 不能带热武器 那这个目的我觉得最主要现在的状况是 因为中国大陆在2020年的时候 它其实是越过了印度所主张的实际控制线 然后去占领了拉达克地区 班公湖地区 那经过一番的冲突之后 中国大陆虽然从这个班公湖的周边稍微后撤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占领了 它还是占领了一个叫德普桑平原这个地带 并没有撤走 那现在中国印度跟中国大陆 现在就是针对这个 中国大陆军队在德普桑平原的驻军是否后撤的问题 不断地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谈判 那我觉得对印度来讲 它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中国大陆可以撤回 从2020年所占领的德普桑平原撤回 最好撤回到印度主张的 1962年实际控制线的后方 那中国大陆是认为是说 它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际控制线的前方 比较接近中国大陆在1959年主张的边境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现在不愿意走 那双方在这边部署重兵的原因 对印度来讲 它当然是要防止中国大陆继续采取这个扩张的动作 占据更多的地区 然后呢 更接近它的1959年 它所宣称的一个边境线 所以印度是要防止中国大陆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也是要避免 印度也许真的不耐谈判 就片面地采取一些军事行动 或者在边境上一些状况失控 导致这个区序域的军事冲突 所以中国大陆也是想要嚇阻这种情形 所以现在双方才会在 不断地在那边增加军事部署 增加这个火力投射的部署 但是在前线呢 保持一个节制 那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基因素是这样 是 学长 那我补充一下 其实为什么会在最近 大家会关注到旧屋边点 是跟天后有关 因为其实那一边的一个高山 所以它相对来说那边是积雪线 可是现在已经到夏天了 现在台湾天气都那么热了 何况印度 所以其实它当雪融的时候 就是双方会开始进行谷济的时候 因为你要是在东天雪线上一间 把谷济运到山上 继续请将军 您如何看现在的互信 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建立 尤其是其实印度总理莫迪第三任期 他接受采访 他还特别强调要跟中国大陆 持续的对话解决边境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被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 历史性的因素都一直存在 中国大陆跟印度 军级的谈判都已经二十多次了 军级谈判怎么会那么多 我们知道军级程度是相当高的 我们从排级 连级 营级 再就是旅级 当然有时候旅级上面是有团级的 再一次是师级 师长一个作战师 再上面才是军级 军级很高了 进行了二十多次 没有达成共识 双方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就是彼此的互信不够 那不够的话 那这样子中国大陆就变成 叫做弱势 他讲到中国大陆 现在强调了实力原则 我把实力摆出来 所以才会有讲到小康春 六百二十多个小康春 是这个样来的 小康春它就是 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子 对于这个藏南地区 先囤肯 你小康春就囤肯 人过来嘛 人一聚集就囤肯 囤肯之后移民就过来了 因为我的小康春盖好了 我帮你盖好 然后你过来这边囤肯 那就是移民了 有移民之后 我们在小康春就变成 会有经济活动 那在经济活动 军队也在那边 变成军民一家 它附近有一些军事设施 保护这些安全 那前线还有前线 前线的设施是对了印度 这个我们讲小康春的军事设施 就是保护这些的经济上的活动 那这样子 经过了囤肯 经过了移民 到这边经过了经济上的活动 那这个要让军民交融了 而且我们知道啊 这个川障公路跟川障铁路 这交通很发达的啦 很方便 那边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飙高4000公尺 那中康春有的人 大概要经过一阵子来适应 要不然会有 我们讲的高山症 是 高山症 因为那个气压相对的低 氧气量含量不够 但是你住一阵子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可以有这些小康春了 而且久了也就习惯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落实在存肯 那这样的话 军民在那边一家 公路也开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川障公路跟川障铁路开通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印度的实施是什么 印度的实施是海洋战略 因为印度看到中国大陆 有个短板 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 最大的人员进口国 那它的人员 又是依赖海上运输 从中东地区嘛 不管从伊朗买的石油 伊拉克买的石油 阿联酋买的石油 还有沙特 就沙特啦 我们叫沙特阿罗 买的石油 通通都要经过印度洋 对 从阿拉伯海出来 经过中印度洋 进到安达曼海峡 那在中印度洋 跟安达曼海峡 都是印度管控的 那70%是海运 都要通过这边掐住 因为人员线就是生命线 你打仗 或者平常的这些经济上活动 都要人员 不光是天然气 也要石油 是这个要 要抓到这个 你都要通过海上运输 因为海上运输是最大宗的 当然又有油管 通过哈萨克跟那个 我们叫中俄边境 但是那个量没那么大 油管是什么样 油轮大 油轮就一次运输 看运输多少吨 几十万吨的 一艘油轮可以运那个 我们讲的石油 几十万吨的 大油轮 是这样 刚好在那边做掐住 你看 它现在已经向东扩张 到南海 为什么它 波拉莫社会 在卖给菲律宾 跟菲律宾上有海上的 这样就会有一些 相互合作 相互合作之后 那中国大陆 要进入南海 这个人员 往北送的状况之下 它在印度洋 可以做签止 马六甲海峡 第二签止 南海第三签止 你看它有签止路线的 有层次 这个印度洋签止 马六甲海峡签止 南海签止 它是有层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印度在这一方面 它是由海上来 海上签止 海上签止是最重要的 不是为了海权的争夺 是为了人员的控制 那最后一个我要去讲的 就是说 印度它现在 它不是装置中国大陆 它的真正的敌人 第一手就是我们讲 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 他们两个打过 中巴 这个我们讲印巴战争 打过三次印巴战争 以前的时候 东巴基斯坦 就是现在的孟加拉 以前的时候 也是跟巴基斯坦一起 是因为第二次 就是印巴战争的时候 印度把巴基斯坦 给瓦解了 是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有世仇 我认为印度最大的敌人 他不是中国大陆 还是巴基斯坦 因为他们边境上 有这些争端 而且还有空战 我们在前几年 还有空战 最重要的时候 是历史上的仇恨 当然宗教也不一样 因为印度是印度教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回教 是穆斯林 又不一样 当然因为边境的纠纷 因为历史上的 这方面的这种战端 他们两个也是 核武国家 都都有 而且巴基斯坦 在核武上面 也讲 我的核武器的数量 就是要比印度多10枚 因为它的地小 人也少 所以我们看 真正的印度的四手 是巴基斯坦 其次才是中国大陆 好 除了关心印度的这些 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上面的 一些争议关系之外 刚刚庄金 把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印度方面 还掌握大陆的一个能源 特别是石油的一个经济线 我来稍微讲一下细节 因为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重要的海上石油航线 是被中国大陆在七成的原油部分 都被掌握住 主要就是因为 它会经过这个 麻六甲海峡抵达中国大陆 刚刚将军已经帮我们讲到了 但是呢 印度的海军目前控制在 麻六甲海峡的重要两个港口 这两个港口 包括了第一个 安达曼群岛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 第二个是尼科巴群岛 借此来阻止中国大陆的石油 做一个运输 委员您如何看 这两个岛真的能够掐住 中国大陆的海上游路吗 这么做 中方会怎么做反制 没有办法 因为就在 安达曼群岛的北边 大概40公里处 有一个岛屿叫 柯柯群岛 是属于缅甸的 这个岛屿已经租给中国大陆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 柯柯群岛大力建设 有人说未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什么 这个军事基地应该有的东西啊 等等 所以安达曼群岛可能要伤脑筋 它的头顶上可能有一个 很强大的军事武力在那边 而且这个跟这个缅甸 所要给中国大陆的港口 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港口 缅甸要给它很接近 所以如果有从缅甸 那么送进去中国大陆的话 那这个有柯柯群岛的话 那印度也好 其他大概就没办法了 因为那边打的不是海战 他们打的是飞弹战 那未来如果说中国大陆往南 还要再开辟一个 所谓克拉这个陆桥 或者克拉海峡 那那个地方的话 有了柯柯群岛的话 中国大陆海军也比较方便 那以中国大陆海军的实力 远远大于印度的海军实力 所以这个印度要构成威胁 不如说美军自己来 还比较实际一点 那在马六甲海峡 本来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关系 新加坡美军可以在那边 也自由进出 所以美军控制马六甲海峡 可能性还比较大一点 那在印度洋上面 要跟印度比的话 大概目前解放军还不是问题 美国导师要担心的是说 如果柬埔寨的云朗基地 也变成解放军的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这个美国其他的海上活动 就好像北边有个人盖着它 那个可能活动起来 不是那么舒服 那未来新加坡 当然会采取比较中立的 你说要阻挡中国大陆 70%的能源的进出 这个比例会未来会一直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说 因为俄罗斯也是产油国家 那俄罗斯要用什么方式 把这个油送给中国大陆 现在还在研究当中 那量可能不一定变 那比例的话 从马六甲海峡就会下降 那未来如果是 克拉运河也好 克拉这个路桥也好 能够顺利的话 那比例也会下降 我说马六甲海峡比例会下降 那如果缅甸那一条 石油的输送管道 或者天然气输送管道 可以更顺利的话 那这整个比例会一直往下降 所以中国大陆是有在 分散它的能源的供给的路线 供应链的安全 所以这个我想中国大陆 要只是凭印度来反制 可能印度人就像那个 一方兄讲的 他们有这个想法 但是可能还是白日梦吧 好所以要控制这个 马六甲海峡跟克拉运河 两个方案 其实都会 中国大陆会用降低风险的方式 找到其他的方法 那委员您如何看 同一个问题 印度它在孟加拉湾 安达曼海真的具备一个控制力吗 还是纯属战略上的一个推演 我们先讲那个 这个所谓的安达曼这个海 这其实它叫缅甸海 原价叫缅甸海 其实它非常大 它有差不多79.8万平方公里 是台湾海峡的 可能差不多13 14倍那么大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海域 那在这个海域有关的国家 就是临界这个国家 你看像孟加拉 然后像这个缅甸 然后像这个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包括新加坡 所以你说你去 你要在这个海上 去控制这么大一个海域 然后我说其他国家 都不动身色 不太可能 尤其缅甸 刚志炎也讲一个 他们叫做角飘港 角飘港 中国大陆最近跟它签订 99年的租借权 那个港口 你如果中国大陆未来在那边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军事的 军事的一些作为 在那个地方 你像缅甸十分五列 现在 你不管是谁最后会起的缅甸的控制圈 中国大陆在上面 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所以角飘港 你说要怎么样 中国大陆一定在那边 要有一些军事上的作为 那你刚刚讲到那几个国家 其实你再往下看 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 中国大陆在那边 也是99年的租借圈 它在那个港口 是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一些科研的船 但是科研船 其实很多都有军事任务的 你说未来 如果说你在那个缅甸海那个地方 你印度要很积极的作为的话 中国大陆这些地方 它都有可能会下手的 是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海中是相通的 刚刚讲到像巴基斯坦 那个那边有一个港口 那个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可能是出口 它的力量也可以透过那个地方 往上走 进入波斯湾那带 或往下 一样到达 这个 这个 什么旋逻弯也好 说印度 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缅甸海一样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海洋是一个 很流动的一个观念 不是说你临近了一个大国 说我要控制这个海洋 然后这个海洋就自动归属于你 大概不是这么容易了 是 谢谢 谢林委员的补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